公投萌感恩餐会小插曲。 柯文哲上台致辞遭当面抗议。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道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7日行程满档,下午受邀出席盟2018宫都盟感恩餐会,没想到上台致辞却遇到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犹豫抗议。 喊话大巨蛋立即解约,不要图利财团,柯文哲被迫在台上简短回应,他以民主为由指出,目前只有一条路,咬紧牙关。 柯文哲7日出席公都盟感恩餐会,屠卢关飞射。 面对游异当面陈晴,柯文哲回应要把人抓去枪毙是最大恶极,要经过正常审判程序,柯自认称了三年半有梅相,烟雄,妥协。 但这回应游异不同意,在喊话BOT契约一字不改就是妥协,柯强调这要分为权益,盖不盖的下去来说明。 柯认为,要先解决工程再讨论BOT的权利义务,柯跳T&A谈到李登辉,指出因为李台湾走向没有办法回头的民主制度。 因此看到民主乱象,或者民粹不喜欢的地方,只有一条路,咬紧牙关用更民主更自由方式解决目前困境,对于外界对大巨蛋仍有疑惑,柯强调再怎么不喜欢,还是要走正常程序来解决。 由于当面至一颗,大巨蛋处理是土力厂商,图卢关飞社。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道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7日行程满档,下午受邀出席盟2018宫都盟感恩参会,没想到上台致辞却遇到无党籍市议员参选人犹豫抗议。 喊话大巨蛋立即解决,不要图立财团,柯文哲被迫在台上简短回应,他以民主为由指出,目前只有一条路,咬紧牙关。 柯文哲7日出席公都盟感恩参会,图卢关飞社。 面对游义当面陈情,柯文哲回应要把人抓去枪毙是最大恶极,要经过正常审判程序,柯自认称了三年半也没像,烟雄,妥协。 但这回应有意不同意,在喊话BOT契约一字不改就是妥协,柯强调这要分为权益,盖不盖的下去来说明。 柯认为,要先解决工程再讨论BOT的权利义务,柯跳天谈到李登辉,指出因为李台湾走向没有办法回头的民主制度。 因此看到民主乱象,或者民粹不喜欢的地方,只有一条路,咬紧牙关用更民主更自由方式解决目前困境,对于外界对大巨蛋仍有疑惑,柯强调再怎么不喜欢,还是要走正常程序来解决。 有意当面之一颗,大巨蛋处理是土力厂商,图卢关飞社。